当地时间7月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柏林总理府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中德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突出的背景下, 更应通过深化双边多边合作,共同发出支持自由贸易、公平贸易、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积极信号, 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和世界经济持续复苏。 李克强强调,中国正在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此访期间,双方首次就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合资项目所占股比提高, 化工企业在华建立大型独资项目等达成协议, 表明中国一系列扩大开放的具体举措正在陆续落地。 中国将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企业基于自愿的技术交流,不搞强制技术转让。 也希望德方为中国企业复得投资,提供公平公正待遇。 默克尔表示,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德国, 愿利用明年德中人文交流年金域扩大双方人文交流合作。 德方支持此次欧盟中国领导人会晤发表联合声明, 推进欧中投资协定谈判早日取得积极进展。 当地时间7月9号中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柏林总理府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 双方一致认为,要深化金融财经领域合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 通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 德方赞赏中方开放措施,中德要继续推动经贸投资合作, 共同维护自由贸易,相互扩大开放,放宽市场准入, 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当天下午,李克强总理在柏林总理府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后共同会见记者。 李克强表示,此次中德政府磋商在广泛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开创了中德面向未来的新合作。 在新一轮对外开放进程中,中方将继续优化市场环境, 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欢迎德方抢抓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机。 中德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合作表明, 两国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推动两国各自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中田所达人们人方終协作表明 complex成果的权大半一轻 affecting brings kh proved 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